我們今天會介紹新的銀簾套 這個銀簾套是由K-Ray在台灣製作所所製造的 我們NLV1手作坊負責代理這個品牌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去看看 究竟我們這個新品牌的銀簾套 跟我們平時用在日本來的有沒有什麼不同 你看到包裝上其實比我們平時的銀簾套 包裝是長條形的 也是用一個密封式的方法去製造一個包裝 裡面拿出來之後就很特別的 它會再把它包一遍很密實 保證它的濕度是可以維持得到 再之後我們拿出來就會發現它會這樣包 之後有一個膠紙的地方 我們就會把它撕出來 其實它這個袋子跟我們平時用的有些不同 它擦泥其實某程度上 我都覺得這個袋子幫忙擦泥就會有些困難 不過我們都可以留回以往用的一個 就是銀簾套的袋子去做一個擦泥 你會看到其實有些少黏手 不過其實那個濕度都可以的 今天我會做一個很簡單的吊嘴 我會先把它擦泥 先把它擦泥 你看到它其實擦泥其實都很容易擦泥 我會把它拿一塊膠板 壓到它三邊都是一個直線 我想做一個好像三個人的物體 它就不黏手的 而且它的濕潤度都不錯 不過擦泥的時候 可能我們的力度就不需要那麼大力 因為它會比較軟身一點 做完之後我們就會把它前頭這個 不是那麼整齊的地方切了 那同一樣 可能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們都會有見過 我都會喜歡用包裝紙去做一個切割的 這個其實都OK好切的 把它就這樣切了 這個是內包裝袋裡面的包裝條 另外一些的黏土我先把它收起來 然後把它來扭上去 你會看到它的黏性也很高 之後我會把它扭上去 你會看到它的黏性也很高 之後我會把它扭上去 扭上去 它的价格是便宜的 包装每一包装都是10g 比新手殼都OK 没问题 可以令到我们可以有多些材料去做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完成了长条型垂的吊嘴 然后我们就拿去干 稍后就会告诉大家干燥之后我们会再做什么的动作 稍后再见 哈啰 经过大概15分钟的干燥之后 我们就终于都干了我们这一块银铁吊的吊嘴了 那你会看到上面会有一些裂纹 那我们现在就会去用水把它做一个修正 为方便大家看 我就放大一点 那你会看到有些位置的裂纹会比较明显一些 而这个也是K-Rate 它那个的 和平时我们用日本人的银铁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的裂纹其实因为是干燥而做出来的 那我们其实做修正很简单 就是用水就沾一点水在我们一些画笔上 那有些人就会问 那其实用什么画笔会好一些呢 其实就不用要很贵的画笔 最重要就是你去摸的时候画笔那些毛是滑的 不会是粗糙糙的 另一样东西就是一些平脚的画笔 还有就是当我们去掃下去的时候 它不会有脱毛的情况 那这些画笔就为之是最好了 K-Rate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当它做这个水的修正的时候 它是容易过另外的牌子的银铁套的 那你见到其实我掃两下 其实它已经裂痕已经没有了 不过就提醒大家 当我们用水去做修正的时候 记住记住 就是要给多一点点力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太小力的话 那我们做的时候 那个泥漿溶不到下去 那个蜡蜡最深的地方 那变成了裂痕在我们再去做一次干燥的时候 它又会浮出来 那变成我们就要重复去做好几次了 那甚至有时候可能 我们是以为它已经修正好 那但是其实原来 裂痕中间还有一些空隙在 那到我们烧的时候 可能在裂痕的位置 因为它是中空 所以就会爆裂了 OK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K-Rig 它在做完这个水的修正之后 基本上它自己很快就已经可以干了 那就会令到它那个 的泥的表面就很快地干燥了 那所以平常我们用开日本人烟肚 我们干燥的时间其实都可以短一点 好 好 那我做完后面这个小小的部分 那如果真的太濕了的话 就会建议同学仔 就记住要去再做一次干燥 要不然手再去触碰 刚刚做完这个修正的地方 那变成我们本身已经在修正好的地方 就会印了我们的手指毛 或者是会开花了 那可能有人就会问 那其实我可以磨一下它 是可以的 那我们一样都是用砂纸去磨 用一些比较幼身的砂纸 我通常就会用15号 或者是用2000号 不过2000号其实就现在难找些 15号基本上普通的五金泡都会有的了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的修正 还有少少的地方 水呢 我们其实用普通的水喉水啊 或者是蒸馏水就会OK的了 那除非你真的觉得自己家里的水喉水 或者是那些水呢 有很多的杂质 如果不是呢 就这样普通的水喉水都已经可以用了 OK 好 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它呢 太过平顶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会拿砂纸帮帮手 就把它做少少的修正先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15号的砂纸 撕少少出来 然后呢 手是要这样摆的 把它呢 可以令到自己呢 拿得舒服一点 用手指对落这个位置 至少 务行 有点 你会看到呢 它其实把它拔磨的时候就输.... 一般 的银链肚尖差不多 都是なんか简直的 打磨啦 不會特別硬身或軟身 特別硬身就是很難磨得到我們要的樣貌 特別軟身就是磨幾下就已經沒有了一大部分 這樣就不會的 基本上磨下去的質感是跟我們平時用的差不多 記得我們用砂紙的時候會看到一些白色的地方 即是我們已經用盡了 我們就要把部分撕走 然後用新的部分繼續磨 否則我們只不過是繼續磨的動作 但其實又做不到任何效果 好 接著我們可能再看看會不會有些地方 我也想把它磨滑一點 如果我們做這個修正的時候 同一時間就可以再用砂紙去磨滑一點 我經常都跟我的學生說 如果你能夠用水去修正的話 盡量用水去修正 除非你真的用水推不平 它可能凸出來的 凸得很大部分 那真的有時間才可以用水掃得平滑 那你就大刀斧斧一點 用砂紙去做一個架模 另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其實修正都可以用來填補一些空隙 用水修正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有時候有些地方真的太大了 我們很難可以就這樣用水去推 到那個時候才會再用來做一個修補 OK 這個就是我們做一個扭形狀的吊墜 大概用了7g左右 之後我們就會做一個開孔的動作 開孔的時候 我會建議同學生先在你想開孔的地方點一下 拿完筆就可以了 令到自己去做一個開孔的時候會更加方便 就不會離開了 之後我們就會用一個工作台 然後就準備我們的開孔器 這些鑽墜其實你在五金店也可以找到 或者你在一些賣售工材料店也可以找到 開孔記住 我們是由小孔開始開啟的 不想它們一用的時候 就用一個很粗的鑽嘴 因為擔心如果我們鑽得太大力的時候 可能會令到我們開孔的地方會有爆裂的情況 我們這個是會怎樣去做的呢 首先手指 食指 觸摸著上面 然後我們的帽子和中指 就負責幫我們轉 記住轉的時候 要順時針就順時針 就不會逆時針 逆時針是轉不到這個孔出來的 另外就是要留意 我們整支的鑽嘴是要直的 從你的角度來看 就應該會是 我們本身要去開孔的那個地方 是成一個四十五度角 對不起應該是九十度角 因為我現在打直了 所以大家就未必會看得到 我轉孔的情況 所以我就調轉 你會看到有個孔已經開了 我們就會拿著它 你會看到是開一個 90度角的 然後一直這樣慢慢轉下去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有一些小瓶 是用來裝一些碎的 或者是乾了的銀簾套 或者是銀粉的 這個時候也可以把這些粉狀 一次過收集 以後就可以再用 用來做一些修補 就非常有用了 說回K-Ray 它是台灣出產的 其實它所含的銀 做出來的成品 都是99.9%的全純銀 它現在暫時的包裝 是10克一包 暫時沒有其他包裝 可能稍後我們也有考慮過 會出20克的包裝 另外它收集了一些廢棄的銀 然後再製造銀簾套 它已經拿了澳洲的認證 證明它是含銀的成份 以及它是無害的 提醒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國家 都會用不同的材料去做銀簾套 基本上我都試過好幾個不同的國家 之前有試過以色列出品的銀簾套 其實它的質量都很好 不過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收縮的程度是非常之多 它收縮就差不多有30% 以及它燒的時間都會比較長一點 但是我們說的K-Ray 基本上它燒的時間不是很長 跟我們一般的銀簾套一樣 都是用700度 可以燒15分鐘 甚至乎高溫一點 用730度燒10分鐘就可以了 你用電搖燒也可以 或者是用一些家用版 用酒精膏去燒的小搖 都一樣可以用得到這個K-Ray 差不多了 它已經開始穿出來了 可能有時候你開這個小孔的時候 去到按照 因為作品比較厚 一邊轉好像轉不動 要加多一點力 但是要看著 千萬不要太大力 轉下去 否則很容易會爆 我們就做了一個開孔 這個是小的 之後我們就會用一個大小小的鑽嘴 這個是0.2 我們就會跟著那個洞 就一邊轉下去 鬆鬆地 扭緊 先看看 第二個洞 開始就會容易轉很多 因為它們本身的洞已經開了 所以我們再轉下去的時候 很快就可以轉過去 這些要換轉嘴的開孔器 需要扭緊它才可以去做 你看看 這麼快就已經開了第二個洞了 好 最後一個 一樣是 這樣去做 因為要拍片給大家看 讓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才會用一個 打橫拿的方法 但其實最好的方法 都是佔回去 我們這個 工作台上面 那麼 那個的力度會平均一些 不怕我們會轉爛了 我們個人的閹土 還有呢 都可以看到 究竟我們那個鑽嘴 是不是真的 打直地轉下去 OK 有時候可能 即是同學仔轉轉一下的時候 就會覺得 咦?不行啊 卡住了 中間好像有些東西頂住了 其實我們可以在另一邊 那邊那個洞再轉回去 都沒有問題 可能我現在這個角度 其實就一直看的時候 已經看到有一些銀粉 就已經出來了 OK 差不多開了洞 那我們要確保全部轉過去 然後呢 才叫做完成 做好之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拿去燒 那這些怎麼辦呢 這些呢 我們會有一個盒子 去裝回去的 那之前呢 有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呢 應該會認得我這個 很可愛的盒子 很大個的 打開 你會見到呢 裡面都是一些液體的東西 其實就是我平時呢 把所有的銀簾桶的粉 全部都堆下去 那就已經 大大話話 已經是 堆積了十年了 一路都 還有這麼多 一路都用不完 那 K-Rate呢 其實可以跟我們 平時用開的 PMC-3的銀簾桶 混在一起 記住 是3 Fax是不行的 因為大家收縮的程度 是不同 那K-Rate 它自己本身呢 其實就跟Fax 它那個收縮 是一樣 大概是12% 不過它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它收縮的時間 它是會在乾燥的時候 已經收縮了很多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當我們燒的時候 如果平時呢 我就會叫同學 就是你做戒指 那做呢 就是做大三號 例如我是讀12號的戒指圈 那我就會做的時候 就會做15號 燒的時候呢 那我就會燒在小1號 那就是15-1 那就是用這個 sorry 12-1 那就會用11號的戒指圈 那K-Rate呢 就有點不同 K-Rate當你要去做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加大3號 不過呢 燒的時候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 就是再用一個 就是再小1號的Size 就是如果你量12號 那你就用一個10號的戒指針去燒 那就會好一點點了 OK 那 燈沒電 所以突然暗了一點點 抱歉 那因為 還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不想再去換燈了 那請大家忍耐一下 用正的泥怎麼辦呢 一樣 和平時一樣 放一格的T恤 然後呢 濕一點點水 普通水可以的了 那就不用太多 滴那麼多的水 總之舊子不會滴水的 那就可以了 那包來的時候 盡量啦 包呢 就是把它整個膠袋 四邊呢 都不要漏風的 然後呢 把它呢 放在那個刺子旁邊 一樣啦 塞進去呢 我們這個袋裡 記住記住 拿些空氣出來 這個袋裡 因為它的袋太大 然後呢 才拉緊這一條線 那就令到它呢 可以 可以保存得久一點 那大概多久 你要檢查一次 究竟那個泥會不會乾了呢 我通常都會建議 你兩三個星期 就要拿出來看看 那如果你家裡 真的比較悶熱的話呢 那你也要看看 究竟那個泥會不會是發了毛 或者是會有其他的情況出現的 就是這樣啦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會拿它去燒 燒完之後呢 再告訴大家 那個成果是怎樣的 那我會用730度 然後呢 就燒它15分鐘的 一會再見 順利 那你29 有 夜 時 在 現在 是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